雖然各人生活和食食方式洗化 各人得到大胆癌的發生率是各種癌症的第一名 中華市場區間府在既年代體驗的時候 發生得到大胆癌 經過出事後是活完良好 以後由大家 應該要多多注意食食和運動 同時身體健康的狀況 大胆在胆癌因為不痛 所以很多患者等到出現病情時 常常已經是癌症患癌了 就算是用外科手術來掛掉 也許會留下病菌 中華市場區間府就是在既年的體驗中 早期發現到有在到大胆癌的狀況 好感到提早餘地才能回合身體健康 我們在既年11月底 因為參加鄉村市場減重比賽 體驗發展到大胆癌 當然是新人也是非常鬱陣 但是為了政府 為了國民 所以一直到選舉結束後 去進行抽選 抽選檢查起來是臨到一致 不用化療電癌 整個過程當中 我心想第一點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財務 所以大家對身體檢查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南市體驗檢查 就沒辦法做好全部治療 第二點 我們剛才的土天南 大家也不用怕陷 因為現在治癒力非常非常高 所以大家只要按照正常的步驟 去進行抽選治療 就可以回合健康 第三點 對我們的食安飲食方面 一定要特別注意 油炸類 醃漬類 麻糬圓腸 以及一些這些再製品 尽量不要去吃 吃我們的生鮮蔬果蔬菜 有益身體的健康 今天中華市公所 特別邀請到中期的儀式來到市公所 為中華市的立場 還有公所主管 感慨大廣地等的議訪 還有議題的方法 醫生表示 大廣地的淨頭 是不簡單的能發現 只要鄉親發現 平時的拜扁習慣有改變 也是經常發生落塞的進行 就要特別注意 如果有問題一定要提早注意 只能劃免美人的副代 新中華新聞北溫臨 中華蔡翁報道